由天意指导黄景瑜、李沁领先主演的现代军旅剧《爱上特种兵》目前正在网络平台热播当中 《爱上特种兵》这部剧的播出可谓是一波三折呀 从一开始的寄予厚望到失望再到真香 可能没有什么同期电视剧有这部剧经历的波折大了吧 虽然《爱上特种兵》这部剧的口碑比较两极分化 但是就李沁和黄景瑜的表现来看 这部剧还是值得一看的 而且目前剧情也是过了一半 基本上所要出现的人物都已经出现 并且故事也逐渐清晰 黄景瑜饰演的梁牧泽和李沁饰演的夏初的感情也是逐渐稳定了下来 在最新的预告当中 梁牧泽突然和夏初发了脾气 夏初表示很不理解 自己值了14个小时的班 为什么梁牧泽要突然对自己发脾气 并且质问了梁牧泽在医院打人的事情 但是梁牧泽全程都是一言不发 但是好在梁绍雪突然醒来 为梁牧泽解释 梁牧泽只是因为卓然的原因吃醋了 而在一旁的梁牧泽也是直接霸气取吻了 夏初 与此同时 之前卓然放在夏初猫身上的窃听器 也被梁牧泽发现 但是夏初却不愿意相信是卓然放的 毕竟对于自己的初恋 每个人都是带着绿剑看的 但是好在梁牧泽足够冷静理智 毕竟从之前卓然的各种行为来看 梁牧泽都没理由不怀疑他 只不过是夏初一直不肯相信这件事 虽然作为医生的夏初足够理智 但是在梁牧泽以及初恋卓然面前 夏初往往会失去自己本有的理智 这就很有可能会让卓然有可乘之机 毕竟在之前的剧情当中 卓然就曾经说过 现在自己接近夏初也只是为了完成夏光远的任务罢了 所以在窃听器被发现以后 卓然以及背后的T4组织不可能没有行动 毕竟这个窃听器的发现 以及梁牧泽的怀疑 都很有可能会把卓然的真实身份 以及T4的组织暴露出来 所以卓然在后面的剧情当中 也应该是要和梁牧泽正面交锋了 就是不知道夏初这一次 会不会被两人的正面交锋所波及 毕竟两人对于夏初都有感情 接下来的剧情也是让我们十分期待啊 除男女主角以及卓然之间的故事以外 梁牧泽的表妹梁少雪 也应该不只是作为剧中的搞笑担当存在的 在后期的剧情中 梁少雪也肯定会让我们有意想不到的表现 至于剧情的发展 是不是像我猜测的这样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吧